大家好 我是麦子轩的讲师 我叫马西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14讲 也就是串口的一个高级开发 然后我们串口的高级开发这里的演示是通过串口传一个字幕串 然后我在那个接收中段里面 然后收到对应的字幕串 然后再进行查找 然后看是不是有对应的字幕串 有的话我就进行相应的模式 或者知道相应的状态 那么我们讲解一下程序吧 然后程序之前已经写好了 首先呢我们肯定要定义一些端口 这里的话就是定四个灯 然后一个封门器 然后定一个串口接收的一个标志 串口发射的一个标志 然后定一个接收的一个缓存 然后再定一个接收waffer 然后接收一个状态 然后接收的技术 然后接收的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管理 GManagerModel就是管理灯的一个模式 就是管理灯 管理灯的 这个下面的话 这个是管理封明器 当然大家写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的写法来写 这个是一个延时函数 大概延时的时间是 一个的话就是一毫秒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AED on off的话 就是一个AED全关或者全开 这个一个函数 那么肯定用到这个对应的端口 我们进来出事化 是不是 那么前面的章节我们讲到了 对哪个端口进行输入输出的话 就是给它的一个PDII这个寄存器的话 置一或者清零 清零的话就是输入模式 置一就是输出模式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是 第一脚 P1的零脚 一脚 四脚是定义为输出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P014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116进制 实际上1嘛 0 0 11 是不是 这是第零脚 第一脚 二脚 三脚 四脚 所以014脚都是输出一个 输出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的16进制 刚好是给它13 是不是 那么我们对应的这里 就是把它定义P 这里的话 我们P0脚 因为我封鸣器是接到P0脚 那么P0脚的话 我就是把它放在那个 封鸣器 P01的话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LED 那么我们就是 是不是P0的第零脚和第一脚 都是11 就是输出模式 那就是11 前面都是补零嘛 自动补零嘛 然后就是第零位 第一位都是输出 然后就 刚好03给它 是 或上 不是雨 然后就是 初始化的时候 就把灯全关 那么在初始化一个串口 是不是 这个串口的话 我们就把它启用外设控制器的一个模式 就是同时使用那个外设模式嘛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一个串口模式 然后再把23用作串口外设功能 然后设置它的一个优先级 然后 就是说优先作为串口嘛 然后这个就是一些设置串口的方式 然后 这两个都一起是设置不特律的 这两个 然后下面就是轻标志 然后就是原型接受 总装打开 这样它的一个初始化就知道了 然后下面就是发射一个自幅串 那么自幅串怎么去发射 我们这里就是定义这个指针形 然后一个它的长度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面 或者或者把它保存在一个自幅串的变量 自幅串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它的指针就会一个一个的发送 然后这里就是 嗯 求得它的一个长度 那么定一个model 1的话 就是登的第一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就是 首先就是全灭 然后按1,2,3,4,1次打开 打开一完以后 然后又全灭 然后对登的第二个模式呢 那我们就是 嗯 首先就是全灭 然后延时一段 然后再全量 然后再延时 然后再全灭 然后这个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模式的话 就是首先就是全关 然后再延时100毫秒 也差不多就是一秒左右嘛 然后就是相邻的1和3打开 2和4灭 然后再延时一秒 然后就是相应的就是 一二四打开一三遍 然后再延时一秒 然后再循环 这样呢 这样下来 然后BQ1的话 就是一个风铭器的一个模式1 它的模式1就是打开 然后100毫秒 然后再关闭 哦 它的1的是打 2是是关闭啊 因为我们这里是把VCC接到它的 嗯 风铭器的电电VCC那里 然后它的副机是接到 接到单片机的引脚 所以就是1的时候是关闭 然后再延时100毫秒 然后再打开 再关闭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先关闭 然后再延时10毫秒 然后再再打开 再延时13秒 再打开 然后再延时13秒 再关闭打开 然后再延时100毫秒左右 就关闭 然后打开 这里就是来两声急促的 然后再来一声稍微长一点的 对不对 滴滴滴 这样的滴滴滴 这样的滴滴滴滴 这样的感觉哈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第三个模式的话 就是一声急促 然后一声长的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AED的一个处理函数呢 我们是采用一个 传一个行参的一个过来 就说当这里的模式是对应的什么一的时候 我们就用个switch开始一句来执行 如果这里传认为的一个参数是一个1 那么就执行mod 1 然后是2就不执行mod 2 而是3就不执行mod 3 然后否则其他的就不进行任何处理 那么风铃器的话也是差不多 也是1,2,3 然后第四个模式的话 它就执行关闭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中段 一个标准的一个格式啊 在这个蓝牙里面那个中段的标准格式 我们就是这个中段是哪一个中段 然后这个中段的实行函数 那么我们就是每到接 是有每到有一个字节进来 我们就进行接收 然后当这个是处在接收状态时候 我再我才进行再判断一次 如果他不等命就代表我有数据进来 那么我数据进来结尾 不为锦号 或者为锦号 然后又小于50个的 然后就接收 如果不为锦号 或者是大于50个以后 那么他就是else这里了 然后否则哈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进入发送状态 然后进入发送状态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禁止接收 然后把收到的数据再发出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通过窜口门发什么 它就会出来什么数据 然后这个发完以后 再把它制造接收状态 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接收 然后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要在我们中段里面判断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well 循环里面去判断 在主函数里面去判断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在delay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延时的过程 可能就此时中段 因为中段会一有中段 他就会接收到新数据吗 如果你一直在well 循环这里 去delay 执行他的话 你在这里 你在主函数里面的well 循环等他 那么这里呢 刚好可能就换下一个数据 而你这里上一个字节就会丢掉了 所以就会我就把它放在中段里面 所以就不会丢掉其中的字节 那么这里就是检测式mod1的话 我就把灯搞到第一模式 mod2就是第二模式 mod3就是灯的第三模式 bip1就是它的第一个模式 然后bip2就是封门器第二模式 bip3就是第三个模式 那么bipoff就是封门器关闭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主函数 如果主函数的话 我们肯定就是先配置一些时钟啊 是不是 设置完时钟以后 我们就进行一些串口的处置化 因为我们要用到串口进行处置的收发 然后又要处置化 又要ED 在ED里面我就包括了 把封门器放在里面去处置化了 所以我就不进行单独的处置化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处置到结束状态 然后把那个接收接收速度清零 然后在外循环里面 等待这个aed和封门器的模式进行切换 如果gmanagermodel这个就是灯 对应的是什么模式 他就把这个灯涉到什么模式 bip模式对应的是什么模式 然后他就把它涉到现在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再编译一下 嗯 没错 没错 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 往真一下看一下哈 大家看到了哈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界面的话 我们就不进行相应的那个讲解了 因为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这里的话只进行 嗯 现象演示 然后发一下数据啊 先把它复位一下 然后再全局进行 然后再把那个窜口根据打开一下 因为我是配置的 博特地位115200 我们这里必须选择115200 然后打开窜口啊 我们可以试一下 首先我们就打开封门器了 先打开封门器看一下哈 哈 封门器就是第一个 比特Data1的 我们可以打开封门器一下 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 听到了没 是吧 第一个模式 我们把它切换到第二个模式看一下 记得这里加个警号 因为我们写的函数十位 结尾是以警号结尾的 看 你变成第二个模式 就是 第三个模式 这就比较急促一点了 因为因为时间太小了 所以它就比较急促 然后声音的话 能量可能不够 但是声音还是有的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 再把它切换到第一个模式吧 那又回来 然后我们把灯切换出来 第一个模式 灯 灯的第一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刚才就是说按顺序点亮嘛 第二个模式的话就是 嗯 同亮灭 然后可以看一下 走完一圈 这第二个模式 嗯 同亮灭 是吧 那么第三个模式就是相见两个人 可以同亮同灭 啊 相见了 同亮灭 然后我此时的话 我们可以把方便器关一下 ify off 就没有了 把 Ethicser关你 我们 也可以再打开试一下 打开 我们再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可以 因为我这里好像没有设置灯关的那个模式 然后就关掉的再来切换灯 因为没有做那个模式了 再把它切换了第一个模式 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 然后去设置不同的指令 去操作一下不同的功能 不是只有这一种 还有很多方式 也可以定一个那个数字 就是定一个通信的一个格式 比如这个样子 就像以前讲过一个格式 你后面也要讲的 比如这里是一个 这是 头把 头一 头二 这里是传动 传动控制 也可以做成 发一串字节过来也可以 然后不不放字符也可以 这里是check 然后就是一直就说这两个头码 一帧数据就是包括这些元素进来 包括这些元素 那么这里就是头码有两个 我们一般的话我采用的是AA55 作为头码 头码1 头码2 然后长度的话就是包括 我就是算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字节数 就作为一个长度控制 然后这里教验我一般采用求和 求和的话我们就是 我是从前面在这里 对它进行求和一个教验 然后就是每发一帧数据 我就看到对应的每个字节是干嘛的 然后就相应的检测哪个字节 然后比如要在不同的不同的条件下 执行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你就检查不同的在不同字节的条件下 然后要什么字节下 然后才产生一个什么功能 或者产生一个什么的效果 然后就可以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判断 比如这个是一个开关机指令法 尤其后面的操作全部都通过开关机 来判定是不是可可可可执行嘛 那么我当关机的时候 后面操作你自 后面的字节你再怎么变我不起作用 那么当这里 你拿一个开机的字节指令以后 那么我就每次就是在检测 嗯传过来之后 我就实时更新这个状态 看这个是不是在关机状态 如果在关机我就 后面的我就不处理就完了 如果在开机状态 我就进行后面的相应的处理 这个就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指令处理 有条件的 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我刚才发的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发的这个的话 它其实是传了一个很多字节过去的 很多字节过去 其实我不是用石榴镜去传 刚才我写的这个的话 就是用石榴镜去传 石榴镜去 我就把它每个每个电话成石榴镜去传 那么刚才才的LED 什么off 什么这些 beepoff 这些 这些的话 这些的话呢 就通过 通过字符传去传 它传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传一传过来 也是 刚才不是定了个多少个大小吗 那个 它就是定了五十多个 然后我们只是传其中的 由 L 嗯 bip bip1 是不是 那么看 后面的字节 它就你就不用管 你就 然后 我这里的话 不是规定字节来 不是规定哪 不是规定哪 一个字节去执行什么东西 而我是用一个 字幅串查找方数 方数 srt sr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 在什么 在什么数据里面 查什么字 什么字 字幅串 那么 我刚才搞那个地方的话 它就是 看到没 嗯 在这里 就是接 我是把它放在一个 接手款子里面的 它就刚好是50个buff了 50个buff以后 它就是查找一个 相对的一个字幅串 对不对 那么我就是 在这个接手段一个 rx delta里面 我就去这个 这串数据 它就是buff 反正我不管你前后有什么东西 只要你有这个连起来的buff1 我只要查到你这个buff1 里面有buff1 那么我就去代表这条 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函数有有作用 buff1 因为它查到buff1 返回的如果是 返回一个空值的话就代表 是没有这个这个buff1吗 如果是查询的是不等于空值的话 那么它就代表有 有了以后我就把 风景器置个1呗 那就第一个模式嘛 我查到这个buff1进来 那么就是第一个模式嘛 当然第二个也是一样的buff2也是一样 如果哈 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 你发一个buff1buff2 buff2一起 那么你当然一起发进来了以后 那么我当然是 因为两个都有 你查buff1buff2都有 那么它就按顺序来 先找到 就是说查到哪个 然后就是先 你先 你函数里面先执行的是哪个 他就是到哪个 然后这个 因为他得到这里 他就不会进到这里了 那么他就直接实行下面 所以则会检测到一个 所以你写两个 但是两个都不一定 会同时存在 嗯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大概的课程 然后就是串口的一个高级开发 然后大家课后可以去练习一下 通过这种这种东西 啊 自定一个16进的一个头码 然后字节长度 然后再来个教码 这里是数据区 数据区就可以包括n个字节 n的话是由自己可以定的 你想 扩展多一点都扩展多一点 反正这个是长度 你为什么做做这种呢 这种的话 它就是长度可变 我就是说 我需要指令格式大的时候 我就发长一点的 如果不需要太复杂的 我就发小一点 那个长度是可可变的 就比较灵活 如果你只提采取定长度的话 就是这里是头码 然后这里是教码 这里就是数据区了 没有我没有长度的控制 那么这里的话 你你一款产品 或者你一个公司通通信协议的话 你只能做成这么大 做成这么大 就一个不好的就是说不方便你以后的扩展 如果你要加功能的话 你看你又要加自己 那么你加自己的话 可能就是跟你之前的产品 它又不兼容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比如你你刚好第一个 这里第五个字节 那么现在比如你要扩展一些功能 你又要加到六个 是不是 又加到六个 或者十个或者七个 那么你怎么扩展 你只有 只有再扩展自己 再扩展自己 那么你可能后面的功能 就跟前面的以前的产品 就不能进行兼容 嗯 那就到这里吧 咱们课后去看一下